怎麼辦永年哥 今天恆大風暴本來台股就會跌 我們本來在預期之中 今天這個跌法最後 排中最多跌了這個400多點 然後最後是萬七是破了 總共是目前今天這個下跌的 這個點數是350點 你覺得算好還是不好 其實也不能算好或是不好 而是呢 它是充分的反應了 在這個禮拜一禮拜二 這個港股以及這個美國股市的跌幅 充分反應有人本來說 今天會不會跌個七八百點 七八百點有點誇張了吧 我們這樣子講這一次 今天我們臺灣股市為什麼跌 因為這個美國股市跌 因為港股跌對不對 那這兩個股市為什麼會跌呢 因為恆大的事情 他們前天跌的我們今天補一下 對我們補一下 那請問一下 恆大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這個金管會也那個揭露了 就是說我們臺灣的金融業 暴險的部位 大概是二十二億對不對 二十二億對我們的金融業來講 也還好嘛 九牛一毛而已對不對 搞不好十牛一毛對不對 所以呢 那其實我覺得呢 這個市場心裡面 是有很大的這個作用 我們只是響應一下 其實沒那麼嚴重 對 大家要合群嘛 不能太孤僻對不對 OK 好 那事實上呢 那我這樣子講是比較簡單的講法 那事實上 真的是這個只有心裡面的因素嗎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像是包括呢 像台股市場呢 本來就信心很低迷 成交量很小 成交量小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容易受到市場的情緒的影響 他抗壓性不足 抗漲性也不夠 就是說如果有利多消息的話 他可以奔出 可是呢 利空消息來襲的時候 他會這個重挫 跳水 所以呢 這今天跌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那麼另外呢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因為呢 恆大這個黑天鵝起飛了 所以美國股市重挫 所以導致我們台灣股市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 這個上節目之前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這個中秋節呢 變盤的可能性非常大 有沒有 當時我講說 這個中秋節吃月餅要幹什麼 撒股票 那現在大家看到 堅田嘛 對不對 那其實呢 當時我們就認為說 美國股市呢 其實已經有一點 做頭的跡象 但是恆大的事件 剛好給他們順水推走 往下打 那可是真正的關鍵 是在哪裡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 是多空的生死鬥的時候 今天晚上 對 美股因為恆大 其實就算跌一天嘛 後來也指穩了 昨天 他們昨天是稍微指穩 可是從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今天晚上 還有這個基本面上來講 那其實呢 這個美國股市呢 今天晚上才是 他們一個多空 今天晚上說死戰 稻窮是嗎 稻窮 這是稻窮 對不對 稻窮呢 他是禮拜一之後 跌破了半年線 跌破半年線 然後昨天嘗試要反彈 收復半年線 可是失敗了 留了很長的上影線 前天留了很長的下影線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在K線理論上 叫上下影線交錯反轉 本來是對多頭有利的 留下影線 現在是變多 變成對空頭有利 留了上影線 所以今天要收復 今天晚上不但要收復半年線 而且要收一個長紅 他今天晚上如果能夠收個長紅的話 表示怎麼樣表示他有機會 來一個假的破底翻 就是破底 假破底 假破底 真穿頭 就有這個機會 會再往上 對 可是今天晚上如果來個長黑的話 表示怎麼樣 表示這個聯準會要縮減 購債規模 變成一個空上加空 恒大這件事情 他算是個導火線 是個空頭的導火線 對 那麼今天晚上如果再收長黑的話 就落實了 就事已過山了 第三根了 對 就變成怎麼樣 就變成說 好 那麼今天晚上這個 當聯準會宣布說 我們什麼時候縮減 購債規模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利空來反應 那這個對於這個美國股市的走勢 會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剛好這兩天又是重要的 這個決策會議 對 NASDAQ也是嗎 也是差不多 科技股 NASDAQ比這個道雄指數強的地方在哪裡 他連季線都還沒跌破 他現在是跌破月線 他守住這個季線 今天晚上同樣的也很重要 他如果說能夠收復月線的話 拍拍手 就暫時化解回檔危機了 可是萬一跌破季線的話 這個有一點頭痛 所以今天這個美股的反應跟表現 會怎麼影響台股 影響力非常的大 今天晚上如果美國股市 拉出一根藏紅的話 以我們臺灣的這個這個 加權指數的技術面來講 大家看一下這個RSI 他今天RSI 六日RSI已經跌到二十了 已經跌到二十 所以其實已經差不多 可以跌到一個可以反彈的地步 單純從臺灣股市技術面 來看的話 兩天之內 我不敢講說一定會反彈 可是呢止跌的機會非常大 兩天可以止跌 就等於明天再多跌一天 最多再跌一天 最理想的是再來一根藏黑 最理想 最理想再來一根藏黑 再來一根藏黑 沒有人敢去搶反彈 那麼後天就有機會開始止跌 開始反彈 但是我見美股的表現是很不好的 對 那所以這個如果美國股市是些 我剛剛講的是純粹以我們臺灣 自己本身的技術指標來看 如果說呢 這個考慮到美國的股市的話 美國股市今天晚上 如果來個長黑的話 恐怕兩三天之內 美國股市還沒有辦法正式止跌 那我們臺灣股市呢 可能就要在低檔 會被拖累比較久 對對對 那恆大 雖然在臺灣這部分的話 我們好像這個牽扯的金額 沒有那麼大 但是大家很擔心 是會變成雷曼風暴 雷曼風暴當時也是一樣 這個次貸風暴 房地產一樣的問題 然後這個牽扯到金融危機的問題 然後是全世界的系統性風險 大家一起殺 永年哥四十七年的操盤經驗 大風大浪你都見多了 你覺得有可能嗎 連海嘯都見過 好 那麼這個恆大事件 有沒有可能變成雷曼兄弟二點零 我在這邊是認為說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倒不是認為說恆大他的規模比較小 所以殺傷力不會像雷曼兄弟這麼大 這個倒是其次的因素 真正的因素在於說 因為這個雷曼兄弟 他是在美國 那美國是怎麼樣 資本主義 他是自由經濟 也就是說你這家銀行 當初雷曼要倒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說叫美國財政部趕快來救這個雷曼兄弟 可是當時因為種種因素來不及就 來不及就雷曼就垮掉了 那可是你要知道中國大陸 他是實施什麼共產主義 他不是實施這個資本主義的 所以不一樣 那他們政府有絕對的控制力 就是說我今天不要讓你倒 你就不會倒 那我今天要讓你倒 不要忽略了中國官方資本家的能力 對 對 你覺得不可以忽略他們的這個意志力 那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中國大陸政府現在會采取的方式是怎麼樣 用時間換取空間 也就是說我把時間拖長 那你不要馬上倒閉 我不讓你倒閉 我可是我也不去 不會盡全力來救你 因為你該倒的 我還是要讓你倒 只是我會讓你緩著陸 本來是重著陸的 我會讓你緩著陸 那緩著陸 然後用時間慢慢淡化 他這個衝擊 他的傷害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 所以恆大事件 會不會變成雷曼二點零 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相關的港股跟陸股 對 那其實我們從港股跟陸股的走勢 其實也可以看出端倪 那大家看這個港股是月線圖 港股的月線圖 港股月線的 他其實這個綠色線是一百二十 應該說一百二十個月線 那就是這個十年線 十年線 他是一個長期的一個多空的分界點 你看上一次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他上一次跌到這邊的時候 就在去年這個 這個COVID-19的時候 他們是跌破了這個十年線 然後之後在那邊震盪 他站回去了 現在又再度的跌破 那再度跌破呢 在技術面上來講 他在這邊應該會出現一個 震盪整理的走勢 他其實相當弱勢 去年 跟電動公司 從那邊走 在陪大閒 但是 我們現在可以安靜的 和大家看 我們現在可以安靜的 我們現在可以安靜的 我們現在可以安靜的